明星澳門保安部隊 了解他們的職能、工作和理念 警民含心 居民和遊客進出澳門時 都要經過不同的口岸 2015 年全年本澳國口岸出入境的總人次 突破 1 億 6 千萬 只是今年 1 至 9 月 各個口岸出入境總人次都超過 1 億 2 千萬 所以以單日計算 9 個口岸出入境總數多達 40 萬人次 面對這麼大量的人潮 到底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的工作是怎樣的呢? 今集的警民同心 我們帶大家了解一下他們日常的工作情況 以及有什麼辯民的措施 而今天來到電台直播室 有治安警察局的代表、公共關係處 包括李德輝警司、德輝sir 以及出入境事務廳 何志華副警司、志華sir 兩位早晨 各位聽眾早晨 各位聽眾大家好 作為朝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目標發展的城市 口岸邊境集的服務 除了是旅客對我們第一個印象之外 其實也是社區安全的重要關口 不如志華sir跟我們介紹一下 出入境事務廳核下的出入境事務處 以及邊境檢查處 其實他們各自的工作是怎樣的呢? 我首先介紹出入境事務廳核下 有出入境事務處和邊境檢查處 出入境事務處主要負責非本路居民逗留 以及定居申請 以及簽罰有關的證件 而邊境檢查處主要管理九個出入境事務站 當中包括三個陸路口岸、五個碼頭 還有一個國際機場 而三個陸路口岸有關閘、蓮花和跨境公約園區邊境站 五個碼頭有內港碼頭、外港碼球、不安碼頭 以及新設的路環碼頭和漁人碼頭 而現在內港碼頭暫時停航 另外邊境檢查處合下也有調查警司處 負責執行出入境相關調查工作 以及執行、遣返和驅逐程序 各個口岸每天都要應付 好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那麼大量的出入境人潮 包括旅客、本澳居民 甚至住在珠海的離澳工作的人士、跨境學童等等 我知道保安當局透過應用各項的科技手段 推出不同的便民措施 在這裏不如也和我們介紹這些措施 剛才Sophia都說過 我們出入境的人質非常之多 其實換算9個出入境口岸每天出入境的人質多達40萬 其實面對這麼大量的人潮 我們治安警察局一直以來都採取了各種的手段 剛才都說過一些科技設備 或者是我們對出入境的一些其他措施 去增加我們通關的效率 最容易最先講的就是我們2006年引入的自助過關系統 首先就是給澳門居民使用的 之後我們就逐漸擴展到香港的永久居民、外地的僱員 在澳門讀書的學生等等的一些人士都可以使用的 其實都是有效地舒緩了我們同事的人手的壓力 到目前為止已經超過160萬的非本地的居民 登記了使用這個自助過關系統 我們各個口岸加起來 就超過250條的自助過關的通道 關閘就最多了 就超過150條了 所以每天有55%的人士 都是透過這個自助過關系統的通道 去到出入境的 另一方面我們各個口岸在2013年開始 就已經實施了入境這個免蓋章的措施 改為列印這個入境的申報表 就去到取代這個蓋章 效率是提高了的 這旅客的輪候時間也都是縮短了 同一年我們也都建立了實事資訊平台 其實之前我經常上節目都提大家 就裝過手機apps 或者是去到網站那裏 就可以看到我們各個口岸 那個實事的人潮的狀況 就是只有一個camp在那裏 那大家看就知道 就是安排什麼時候出入境會合適些 人太多就硬些 沒錯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等要使用口岸的居民或者是旅客 一個自然的分流來的 也都是有助可以舒緩到這個通關的壓力的 也都剛才都說了 除了一些科技手段之外 我們都有一些措施 就是例如延遲過關的時間 我們現在關閘那個邊點站 就是早上6點 去到晚上凌晨1點都可以出入境 那延長了時間 人流亦都相應是分散了 不會說那麼集中在一個時段那裏 那裏 那裏 那個跨境工業區那裏 那裏 也是12點到早上7點 澳門的居民 學童 或者是外地的僱員 都可以使用那裏去到出入境的 就是這些都是現場了時間 就是令到那個通關效率就會好些 分散些人潮的 那也都我們有個學童專導 可以說學童專導的時間 現在關閘也是增加了一個學童專導 為了便利在澳就讀跨境的學童通關上學 那個時間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上6點到8時半 在入境大堂是增設了一個11歲以下的學童專導 而在下午4點到6點 在出境的大堂也是增設了11歲以下的學童專導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實施了一個澳門分區管理 在2014年到2015年期間 我們實施了澳門居民分區管理 將出境大堂的左邊位置和入境大堂的右邊位置 設為澳門居民專用區域 減少了澳門居民的過關時間和步行距離 可用的專導亦比以前多 以及可以容納更多的澳門居民 亦是入口的分流效果比較明顯 以及辦證後的活動空間比較充裕 以及比較我們現在實施人潮管制 比之前更加容易 之前有出過境的都會知道 之前可能就會跟旅客 比較多的時間可能會影響到澳門居民的出入境 我們治安警察局就為了方便澳門居民 分專區 他們可以容易出入境的時候 不會受到旅客的出入境高峰期的影響 其實我們每一天 除了很多外地的人士會入到澳門之外 其實很多澳門居民都可能會去珠海 去拱北 所以很多這些措施 可能我們每一次都在使用當中 今次就做一個總結 而剛才提到的自助通關系統 就已經運作了近十年 不少的市民和遊客都可能已經很熟悉這個系統 但知道仍然會有些錯誤使用的情況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有什麼應該要注意的呢 其實雖然都實行了十年 但是仍有不少的旅客都會有些少的犯錯 少的毛病出現了 其實很多旅客都會把證件放入 舊式的澳門居民身份證的卡槽裏 另外亦是沒有把證件放在證件閱讀機的左上方 而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亦是它的資料頁必須向下 同時不要用手推開閘門 當進入了通道後面 亦是把已登記的手指放入指模掃描器上 同時必須要眼望鏡頭 另外如果入境的旅客 很多人都忘記了提取入境申報表 所以自助機的閘門一直都沒有開啟 同時亦都是在這裡提一下各位 11歲以下的小童和手補的嬰兒 是禁止使用過關系統的 戴帽和大眼鏡的旅客必須除下 以配合我們的檢查 最後請大家謹記 每次檢查時只容許一人過關通過自助過關系統 雖然大家都很熟悉這個系統 還有不少的細項要稍微注意一下 還有有時會遇到一些情況 可能大家心急或者人流比較多的時候 後面就會出現一些嘰嘰嘰嘰嘰的聲音 覺得前面為什麼還沒過 大家都可以給點內心 其實講到處理過關手續方面 之前也聽過有朋友出外旅行的時候 在當地就不見了銀包 銀包裏面的身份證都不見了 但是他都因為有旅遊證件 所以都順利搭到飛機回來澳門 而去到機場出入境的時候 其實都很快就可以做回手續過關 雖然沒有了身份證 其實這個過關程序是怎樣的呢 面對遺失身份證 其實你朋友就很幸運了 因為旅行證件在這裡 不見了身份證入境就很簡單 等一下哲華Sir會解釋一下 其實如果在外地連旅行證件都不見了 其實一般來說都是建議 去當地的警方先報出 接著就聯絡中國駐當地的領事機構 應該就會辦到一次性的旅行證件 就可以離開到那個國家 如果真的聯絡不到當地的機構 其實我們旨安警察局有一條熱線 就打回28、57、4.3 就可以尋求協助 我們會盡量協助那個名的澳門居民 就可以順利地離開到當地 幸好剛才的情況就有旅遊證件在身 沒錯 但萬一遺失旅遊證件 就好像剛才德輝sir說 就先來了警 回到澳門機場 又沒有了身份證 那時候又是怎樣處理的呢 其實剛才德輝sir說得非常好 根據他剛才的程序 已經離開了那個國家 準備進入澳門境 其實進入澳門也是很簡單的程序 如果在外地遺失證件的澳門居民回境時 我們可以透過口岸的電腦系統核查程式 只需要輸入失證居民的證件號碼 以及套取電子指模 就可以即時跟資料庫做快速的比對 基本上這個手續在15分鐘內已經完成了 完成後就可以直接入境 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 入境之後 當然我們要回到身份證明局 去補辦我們的身份證 嗯 知道當時的情況 他也是的 很快就已經可以過關 沒錯 大家留意當然入境之後 要配上身份證 沒錯 剛才提到 就是說 來往澳門和香港 或者內地的人士 無論是來打工也好 又或者是談生意 又或者是去下珠海吃飯 拿下網購物品 其實都有很多來來往往的人 如果證件不見的情況 會不會都因為這樣而相應多了呢 沒錯 因為始終現場通關 還有很多的因素 澳門居民去內地去香港的情況都是多了 自然 不見證件的情況都是多了 那麼就回到珠海為例 那麼在以前呢 澳門居民如果不見了回鄉證件的話呢 就要回到珠海的中壘社那裡 搞一次性的旅行證件才可以來到境 那麼現在呢 我們去到今年的八月 我們其實已經談了很久了 和國內的機構 那麼在今年的八月呢 我們在關西邊檢站 和珠海拱北的邊檢站 就是國內那邊的機構 那就是有一個 遺失了回鄉證的緊急回警的手續 可以推出了的 在拱北邊檢站那裡 如果已經在內地邊檢站 辦理了自助過關登記手續的澳門居民 那麼其實都有50萬 接近50萬個了 那麼就可以直接去到拱北那個出警廳那裡 就直接在那個督道台那裡 辦理一個緊急的回警手續就可以了 就不用說又去中壘社搞了政見先 就是直接去到你平時入境 回到澳門那個拱北那個邊檢站那裡 就已經可以搞到那個手續了 方便了那個市民 不需要去哪裏 找到中壘社去搞手續的 那麼另外在香港回來的情況也是一樣 我們一月份就推出了一個措施的 那麼我們的澳門的居民 在不見了證件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去到那個香港的校圍碼頭那裡 就佈失證件和辦理那個離境手續的 那麼在這個措施的情況下 我們的澳門的居民 如果不見了證件 沒有證件可以離境的在香港的話 直接可以在碼頭那裡就佈失證件的了 如果這個澳門居民 已經登記了香港的自助國關服務 Sophia有沒有登記呢 有 登記了一個辦理的手續 就是要簽一份的同意書 可以直接透過香港的查驗系統 就核實到他的身份 就不用再香港再聯絡澳門再核實身份 直接在香港核實身份 就可以離開香港回到澳門的了 這就是香港方面的措施 簡單來說就是香港和珠海那裡一樣 直接去到那個碼頭 或者去到那個關口 就已經可以回到澳門了 所以萬一遺失的話 就不用周圍不知去哪裏 沒錯 但同樣都是回到澳門 就要去補辦身份證 其實回到澳門也是很快 因為我們的資料已經有澳門居民的資料 是的 已經很快就可以入境了 最重要是可以離開那邊那個地方 雖然這些措施都很便利 但當然大家都要看管好自己的證件 當然 很容易遺失 另外就問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今年4月30日 下午的一個時間 出入境的電腦系統伺服器 就發生了一個很罕見的技術故障 令到出入境口岸的自助通關系統都停用 就變了影響了大量的市民和旅客 這個情況就是當時有很多的社交平台 或者大家口傳之間 就有不同的版本的原因和處理方法 其實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以及你們的應變措施又是怎樣的呢 Sophia 這個我去回答你了 因為當時我是現場的 其實保安當局當時立即啟動了緊急預案的應對措施 當中包括召集了海關、消防局、司法警察局、海市水務局、交通事務局、旅遊局等多個部門 組成跨部門工作小組 進行針對人流和交通多項的即時應對措施 同時亦通報了各部門 警方即時抽調了人員 進行各邊境站加開櫃檯 以及維持通關服務 亦有一些優價的警員主動回部門協助我們 同時 警方亦對各部門受影響的邊境站和周邊人流和附近交通實施管制 確保市民和旅客的安全和通關秩序 另一方面亦透過廣大的傳媒 以及借助邊境口岸實時資訊平台和手機應用程式等新媒體 向公眾發佈即時的資訊 令到影響減至最低 而當晚電腦系統7時已全面恢復 在這個系統故障後 讓警方做一部檢討和優化各口案現有的緊急機制 在這次事件後 保安當局又對出入境系統做了如何更新呢 在這次事件後 我們當局做了很多不同方面的技術更新 避免再有同類的事情再出現 保安當局已經優化出入境控制系統 並且建立第二、第三個後備方案 而技術部門亦在週末和節假日會派員後刑 一旦監測到系統出現異常和故障 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搶收 確保資訊系統運作的穩定性 另外警方亦與相關部門 余文正總署和保安事務局 在部署在關閘廣場和蓮花口案 出入境大堂外 裝設固定金屬欄杆和廣播系統 最主要我們都考慮到安全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日漏多 可能有機會比較混亂的情況 就會有機會有危險 所以剛才說的即時措施 我們都叫了很多警區的同事 或者交通的同事 外圍交通疏道和人流的控制 都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說的加鐵難達成都希望排隊 或者廣播也可以和現場的人士做一些呼籲 所以安全是我們最大的考慮 令大家都知道當時的情況 沒錯 其實關閘廣場外面都有鐵欄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現在為何再加第二期延長下去 可能下一年會進行工程 應付到更多人流 會做的情況 相信在未來來澳門的旅客也會越來越多 出入境的人次也相當多 不知道在出入境事務廳方面 對未來的工作有甚麼計劃和目標呢 我們出入境事務廳 展望不久的將來 例如在廣州澳大橋的進攻 和越澳新通道的建成 區內的旅客 我們預計進出本路會近趨頻繁 而保安當局 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 和相關的部門 現在也積極初商研究創新通關措施 研發新型自助過關通道 同時我們探討擴展使用自助過關適用人群 方便更多旅客可以使用自助過關系統 警方也將會秉承移民為本 精益求精的理念 不斷作出改革和創新規劃 以及與業務合作的夥伴 提升服務的同時 也會向市民和旅客提供更優質更便民的服務 我們今天也了解多了 出入境事務廳的工作 以及各項措施 今天也謝謝德輝sir和志華sir的介紹 謝謝 拜拜 多謝各位